你一定要知道的七個2023平面設計趨勢 Hi I'm George Is I good or not? Yes 不知道各位的2023小貝還猜行 但新的一年一定要更美麗 心情更美好喔 為了全新的2023我們蒐集了全球最熱門的平面設計趨勢 大膽預測這些趨勢將會影響我們未來的視覺勝美觀 不管你是不是設計師 這七個2023平面設計趨勢一定要看完 Let's get loaded No.1 元宇宙 雖然說不清楚到底元宇宙是什麼 但Vetaverse 已成為最流行的關鍵字之一 預計到2023年 VR、AR 將會對未來的視覺設計 產生重大影響 對於平面設計而言 在設計中會參考更多的元宇宙文化 例如遊戲中的3D插圖 或擬人的AI化身 網頁設計也將創造出更多的元宇宙美學 並為網路用戶創造生理其境的VR體驗 而印刷和圖形設計可通過超現實攝影 霓虹色調和未來派字體來營造元宇宙的氛圍 並有點反狐頭幫 融化的文字或將制服淡化在漸變中 都可以獲得另類的視覺效果 將文字與超現實色彩的攝影結合 或與AI故障背景配對 都可以產生像瘋狂MAX的效果 3.有思想的粉紅色 Think Pink 是一種毫不掩飾的自信閃光顏色 這是一種Petal Bismol 酸性粉紅 一種出現在VanetinoT台上的超粉紅色 也是卡代山家族意處理最愛的顏色 還有2023年被受期待上映的 The Barbie Movie 紅色註定成為本年度的流行色 這次的Think Pink 它充滿了擬權主義 和高調自信的態度 對於平面設計來說 Think Pink 可以為設計帶來力量 衝擊力 與黑色搭配時 呈現出另類的 Punk Attitude 龐克風格 No.4 90年代無稱線字體 在過去的幾年裡 曲線流暢的字體主導了品牌 然而這即將發生轉變 無稱線字體更適合元宇宙的美感 而且更簡單 更乾淨 非常適合極簡主義品牌 具有90年代氛圍的無稱線字體 是明年熱門字體趨勢 並與90年代極簡主義的復興 相互印 你可以尋找具有微略圓潤形狀的 超乾淨款式 來打造極簡主義的90年代視覺 在過去 在過去 字體標誌一直是視覺識別的標準 隨著App使用的普及 以及用戶記憶點閱的有效性 意象標誌將是品牌升級的重點 意象設計就是用 視覺圖形過譜號 代表品牌的設計 要知道 圖片圖形 絕對比字體標誌 有更大的影響力和記憶度 想想麥當勞的金狗們 就是一個知名的例子 對於較小的品牌來說 意象標誌 會讓用戶更有歸屬感 初向的標誌更能引發聯想 與增加雷同的排他性 Number 6 暗黑模式 越來越多的網頁 與App 允許用戶在 淺色和深色模式之間切換 因此 2023年 將會更加強調 暗深色模式的設計 深色模式 不僅神秘而引人注目 給設計帶來科技感 與更多的探索驅動 通過在黑暗背景下 放置對比鮮明的白色 或霓虹燈字體 在媒體視覺上 會吸引更多人 關注畫面的信息 深色模式設計 不一定非得是黑色 可以嘗試使用 午夜藍 深綠色 或深紫螺藍色 讓你的佈局 與眾不同 Number 7 混合的無網格設計 平天元素 明亂文靈 不具一格的排版 就是90年代 David Carson 所倡導的無網格設計 在佈局上 有古怪的設計元素組合 可以為品牌 影響活動 或社交媒體 營造一種 真實的 現實生活氛圍 非常適合應用在 想要凸顯又真實又很酷 Authentic Pool 的品牌視覺 Mix it up 構建自然 混合排版 和多元素的文靈 這種設計風格 對社交媒體 取道特別有效 從用戶視角 來傳達品牌的 生活方式 進而達到認同感 Authentic 2023平面設計趨勢 反映出新冠疫情後時代的 叛逆精神 代表勇敢大膽 擁抱未來 所以2023的你 一定要做出改變 要更大膽一點喔 好的 希望今天的內容 可以給你一點 敏感啟發 也希望關注我的頻道 來補充設計能量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See you next time 給我